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 早安 感谢主的恩典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路加福音 感恩在主的面前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你知道他的名字叫做以便以谢的神 在救命里面他是以便以谢的神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充满了感恩的心 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 你一定是出也平安 路也平安 在你所行的路上你就要认定他 他必辞一名 救我们脱离一些危险 弟兄姐妹真的尽量的不要出去旅游 真的 这世界你不会想像有一半的人 现在这个世界有一半的人 是被封闭的 城市都通通封闭 前天我还可以开车出去 上高速公路 弟兄姐妹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太蒙福太蒙恩了 很多的地方都不能动了 就是只能带在家里面 上帝恩待保守看顾台湾 让这台湾的疫情能够被控制的很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读的是 如加福音十八章 今天要读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 三十五节我们前读 耶稣将进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虾子坐在路旁逃犯 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 他们告诉他 是那上个人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大卫的子 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 不许他做生 他就越发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跟后把他领过来 到了跟前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你可以看见 你的事救了你了 他下次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 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那弟兄姐妹这段圣经也是很熟 是不是 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就分享这三个点 第一个 我看见这个虾子巴迪迈 第一个他抓住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你知道耶稣呢 这是最后一次 耶稣不知道耶稣到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耶利哥 他就不晓得 其实耶稣这一次 是最后一次 因为耶稣过了耶利哥 就进入耶路撒尼 然后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所以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那一天呢 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他可能就失去了被递制的恩典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抓住机会 他一听见是一群的人来 那耶稣这次来也是 也是后面跟着一群的人 他就在那边大声的喊 大股的支持 那旁边的人就 就刚告诉他说 你这个人 你不要作声 不要这样吵 没有用的 耶稣不会理你 这么多人 耶稣也听不见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 一个真实需要 这个虾子 他也不知道耶稣在哪里 他只知道在那一堆的人当中 他就这样呼喊呼喊 那人家不要这样喊 他就把衣服 他们的外衣丢掉 然后他就这个 这个越发大声的喊 大股的自尊 耶稣可怜我 弟兄姐妹感谢神 他抓住了那个机会 我们也是一样 耶稣每一次 当人来到人面前的时候 耶稣就是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那弟兄姐妹 抓住一个司机 向神求你所需要的 就告诉神 那也许这段时间 这个 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就是来传扬耶稣的福音 就是靠耶稣的灵 来把福音分享给别人 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 向人传福音 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 来呼求神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做我最需要的事情 那现在也许 你正在于一件事的难处 让弟兄姐妹 抓住这个时刻 来经历你的神 那第二个 主一定会回应 一定会回应 人可能会拒绝 能看瞎子 如无主轻重 没有人会在乎一个生人 这个讨饭的虾子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当他呼求神的时候 主就会回应 主在乎每一个人的祷告 圣经告诉你说 主就站住了 站住了 就没有再去乎我们前面走 如果连一个乞丐 一个虾子 上神 耶稣都是这样子 何况弟兄姐妹 我们是神的儿女 你还能够 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吗 你看见 耶稣那天回应虾子 他也一样会回应 我们任何一个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充满的信心 知道每一个祷告都有答应 那这个诗哥告诉我们说 每一次我祷告 我要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铺平 是列国会向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特别用不义的审判官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祷告 不要脸面的来祷告 在神的面前 这个禅谋的祷告 一直祷告到神垂天为止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第三个 第一个要抓住第二个 第二个主一定会回应 第三个 你要直接的告诉神 你要什么东西 那耶稣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那你我一定要明确的回应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他说 我要能看见 最大的需要就是看见 那弟兄姐妹 他没有跟耶稣要一件衣服 或要一些的银子 要一些的钱 他要的是什么 他的眼睛要能够看见 今天主也是一样问你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那你我一定要明确的回应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而不是很模糊的 主啊 求你恩待我 祝福我 让我这样怎样 那弟兄姐妹 一定要很清楚的告诉主 我们要的是什么 因为主问我们的是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所以有具体 迦勒 他刚出嫁的女儿回来 迦勒也是一样 问他说 你要我什么 那亚撒呢 下了女儿就告诉他说 你既把我安置在南地 也求你给我水泉 那这个迦勒就把上泉跟下泉 都给了他 都给了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的祷告 一定要非常具体 而且要真实 将你 这个耶稣也 这个西约 其实在书信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赤出人意外平安 必在基督的耶稣里面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耶稣会赤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 你把你最痛苦的事情 你最担忧的事情 把你最害怕的事情 都告诉耶稣 就在今天 主告诉你说 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让耶稣能够满足耶利哥的虾子 巴蒂玛的需要 祂也一样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告诉神说 我现在在疫情当中 我的生意好像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要怎么样走 我求你给我新的机会 求你给我新的路 求你给我新的恩典 弟兄姐妹 告诉主你要什么 弟兄姐妹 上帝特别在生活上的需要 上帝一定会回忆你的 上帝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每一天都活在 上帝的恩典跟怜悯的里面 阿们